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 欢迎回到亲们的小厨房 那今天呢想来分享的是蛋煲饭 没错 我把那个鸡蛋的颜色都带在了脑袋上 如果来我页面来翻看考古的朋友 可能会发现我2016年拍过一期蛋煲饭的视频 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 但是呢那个播放量和弹幕量还位居当年的第二名 就还挺 可能大家都很喜欢看翻车 那后来呢那个翻车之后我又认真地考虑了很久 然后我也成功做出了好看的蛋煲饭 所以呢今天我想来把这个简单的蛋煲饭的绞成来分享给大家 你不需要额外买什么那种长得很像阿拉丁神丁 阿拉丁神丁的壶那种的扣蛋的扣饭的那种模具 也不需要什么额外的烂尼巴豆工具 就用咱们家里头的一个平底锅就可以搞定这个蛋煲饭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在减脂期呢就是我们家不太经常吃米饭 但是蛋煲饭呢怎么可以没有炒饭 所以呢我会比较严格控制这个米饭的分量 转而呢增加一些比如说像蘑菇呀胡萝卜呀洋葱呀肉末呀 就是把这个炒米饭的主节米饭变成这些其他的配菜 来丰富我们的蔬菜呀这些的摄入量 然后同时呢这个饭量也绝对足够 然后又不会你吃太多的碳水 尽量把这个蔬菜丁漆的细一点 让它和你的米饭就差不多大小 这样呢在嚼起来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的违和感 然后在炒饭呢之前呢 我一般都会把这个洋葱和牛肉馅一起翻炒熟之后 加酱油做这么一个简单的 又很百搭的一个类似于中式的肉酱吧 就是每次买了它们我都会这样做一盒 然后无论是炒饭里面加两勺 还是吃饭或者做卷饼里面当个配菜都挺好的 这这招我之前在那个便当里头也有分享过 就真的每次买了牛肉馅我都会这么做 我觉得特别香特别好吃 而且在炒的时候不需要额外放油 在你编这个肉馅的时候 它自身的油脂就完全足够了 所以我都没有额外放油 OK 现在要开始来炒米饭了 为了让这个蔬菜粒 比如说胡萝卜丁啊这些 它们的口感跟这个炒米饭 没有什么太多的违和感呢 所以我一般会把这些不太容易熟的蔬菜先来炒 把这个蘑菇和胡萝卜丁一起翻炒 大概几分钟之后它们就会出水 那蛮变软 这个时候呢再把这个一盒米饭的一半放进去 那最后呢再加上两勺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吃 又很提味的牛肉馅酱 把它们翻炒完了以后 不要忘记再加一点点番茄酱 来给这个蛋包饭的炒饭 一个基础的调味就搞定了 来制作这个蛋皮的过程呢 我用了两颗蛋 然后在打鸡蛋的时候一定要比平时你打鸡蛋要多打一些时间 尽量让这个蛋白和蛋黄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摊出来的蛋饼就不会一块白一块黄不太好看 然后如果你是特别讲究的一个人 那你可以过一下筛把这个气泡去掉 但是我没那么讲究 我就没过 首先我在这个锅里头喷了一层薄薄的油 然后开小火把这个蛋液倒进去 然后等待转一下锅边 让这个鸡蛋液延展成一个锅底形状的圆形 圆饼形 然后让它慢慢的变熟 那你现在晃一下锅 可以看到它大概已经是50%凝固 50%液体的样子 你就再稍微等一下下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米饭小心的摆在这个蛋饼的中间部分 可以两头稍微少一点 中间多一点 把它一定要摆在中间 那之前我犯错就在这儿 之前我天真的以为 它这个鸡蛋饼会像我想象中乖乖的对折 好好的躺在米饭上 但其实根本不是那样了 所以你再把米饭摆在中间的部分 然后用这个锅铲 疯狂的在边缘试探 然后把这个鸡蛋饼一点一点的 试探它的那个成熟度 把它铲起来 然后慢慢的把它 这样扣在你的米饭上 你看这扣的好像不是很好看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因为它们都会一会儿被压在你的盘子底下 没有人看得到 只要保证上面那面好看就行了 而且在做这步的时候 就劝你最好把火关上 因为可能你的动作没这么利索的话 那蛋饼就会被煎得有点发黑了 所以这步的时候蛋饼已经完全熟了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这个左右两边都把它往中间捋一捋 把它压在你的米饭上面 来咯 这块又是用这个不会翻车的方法 就是扣一个盘子在锅里头 然后我们直接翻锅 把它扣在的盘子里头 看起来好像这个蛋包好像有点方 没关系 就是你用手把它整一整形 把它往中间拢一拢 它就会鼓起来 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用到那个蛋包饭塑形的那个小工具 所以蛋包饭没有那么饱满 你就要用手小心的把它拢高一点 因为刚才没有过筛 所以细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蛋饼的表面有一点点气孔 这都没关系 因为你会撒一些酱汁嘛 这些都会遮掉的 在撒酱汁的时候 一定要提前把这个瓶子摇晃一下 把它最口的那块的空气都排掉 这样保证你挤的时候才能一气喝成 不会断 对 就是这样 呵呵呵呵 一般我都会选择挤一个烧烤酱 再挤一个迪卡的沙拉酱 如果你有那个番茄酱也可以挤这个 反正就是装饰一下 然后我还在上面中间撒了一层那个洋葱盐 就是看起来好像装饰得还不错的样子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好 这样就完成了 又到了吃饭环节 那我们先欢迎 欢迎回来汉泡TV 好久不见蛋饱饭 等会儿 我先尝一口 我也来一口 嗯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然后 那欢迎你要关注我 给我一键三连 那也希望你关注我之后 可以翻看我之前分享的那些减脂餐 在你减脂期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 给你更多的吃法灵感 那我就赶紧开吃了 半个都被吃没了 那就这样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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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 我 其实 呢 噶 咳 能 咳 感谢观看